我們現在跟我有一個聊天 我們看看這個案子有夠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抓 下一題 選一案二 維山區台灣基督教導教會 維山教會文化資產價值選一案 請說明 文維山區台灣基督教導教會文長教會 一大簡稱文堂是長老教會 文化資產價值選一案 是依據文化資產保存卡 日期18小時相當辦法辦理 本案新本府都發局應辦理文維山區故事計畫 於107年67號來韓旭文山區木彈 半一朝半165 1661號上建物市保具文化資產價值 經查當住建物兩批土地上的建物上爐文化資產身份 本局稅秉值全辦理文化資產價值以審查程序 文化局來問請教復建一 本案平屋的標地為文商長老教會的秀禮拜堂 地址在文山區開園街25號 然後定著旅人1號為 木炸斷小斷9165 你好 詳細資料請委員強參會議資料的鋪檢2 本局於107年7月26日辦理文山長老教會的專案小組會堪 那經出席委員討論初步認定文商長老教會 具文化資產價值 本專案小組意見提送大會審議 相關的會看紀錄請強 會議資料附件3現場照片回附件4 那針對本案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栽錄如下 一是本案為文山地區之首座長老教會 優百年以上歷史是本地區的重要信仰 二建物除建築歷史意義之外 亦能體現長老教會於文山地區的宣教脈絡 本案的相關歷史資產附件5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為附件6 那這是歷史圖資的部分 其中黃框的位置為文山長老教會就禮拜堂的所在位置 這是民國60年的航照圖 那民國80年的航照圖 可以看到說經過後面的那個基地改建 文山老教會的位置依然在遠處 也是這個黃框的位置 那這是教會的舊照片 以及它的原貌 那這次黑白照片部分是新教會 就禮拜堂落成當時的攝影紀錄 那在這兩塊土地上165166號 和1號上的兩棟建物 分別為就禮拜堂的83年 興建完成的教會大樓 那這一樣 因為就禮拜堂的部分 還有佔用到後面91號機關用地 那所以有特別把它表示出來 這是當時民國 這是當時攝影拍攝的 和撤會的建築物改良和勘探結果 那這是教會的現況照片 那可以比較重要的部分是 它建物的北側 也就是後側的部分 是用綠黎與91號 作為一個區隔的界線 那這邊可以看得更清楚 它是緊貼的建物的部分設置 那這次建物的現況照片 就是就禮拜堂跟興建大樓相關 相對位置 那這以下為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的資料 那我們要評估的主要是 就是開園街25號的就禮拜堂 那所有權等的保存醫院經驗 等一下會請他們進行說明 那登陸範圍影響評估 請委員參照同一天 你辦依您請同意登陸台灣基督長好教會部參交 會為歷史建築 登陸理由及相關內容 請委員參考會議資料 那這部分是建物 這邊要比較強調說明的是 歷史建築的定爪土地範圍是 北側是以喻離的部分作為界限 那二本案提請分成議會 審議並因審議均一辦以後續 好 有 再去他也有 有沒有 那現在都可以再去 有沒有 沒有 好 理由的那個地區 我建議在這個文明地區的重要信仰後面加一個 中心或基地 因為對的是主持是教會 教會不是信仰 所以後面加了兩個是中心 第一點 第一點 登陸理由的第一點 對於重要信仰中心 對 好 大家可以一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差一點 謝謝 審議案3 中正區外交部辦公大樓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請說明 審議案3 中正區外交部辦公大樓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17十八條 古蹟指定及配置審查辦法 第10建築紀念建築專入費審查及輔助發財案 本案位於中正區凱蘭格蘭大道2號 中路於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四十四一四二八十七至二 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六六七七號 建築為同小段一九三六九五建號 土地及建築所有群人皆為中華民國 管理機關制為二腳步 本案是本局列設備中建物 那王大宏建築保存及保存學會於 107年6月12日向本局提報 反而該建物具文化資產價值潛力 本局秉職權依文化資產價值十七十八條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於107年7月11日邀請 Miro委員、詹委員、蔡委員、蔡委員 召開專案小組會刊 不刊結論略移 專案小組委員初步任定 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專案小組意見後續將提供大會審議參考 訪問專案小組委員意見在要如下 一、為民建築師王大宏先生所設計之現代建築 始建於1971年最外交部使用 1985年在增建後 等目前使用情況良好 二、頂藏地面強調混凝土構造之美 可比辟當年西方式建築素礦主義 屋簷下方採用到L型 隨之最良版 亦有中國建築斗孔之隱喻 三、外觀貼白色小口 馬賽克時端有不同線條 成金字塔形 材料工法特別 開口長條窗 入口大門格子良 拼定於車站 1971年國內藝屬難得 聶會廳格在兩屬單畫屋頂 為當年代大好度之創舉 具結構系統特殊性能 四、場域為國內外交重鎮 建成台灣外交發展及演變 歷史意義深遠 本案專案教組可以看照片 請委員想要復健4 明知評估報告請委員想要復健5 本案的地形地基圖 行照圖 那這是現況照片 左下是宴會廳的部分 右下是瓷磚的細部的照片 本案基本資料 位置在凱爾格蘭達拉布朗號 座落土地在公園段三小段40分 14筆土地 建號的建物面積在公園段三小段193695 建號創建年期1971年1985年 政見後動 所有群人屬於中華民國管理人為外交付 土地使用分區為之官用地 公共設施用地 目前做辦公代我使用 所有群人保存意願 原則願意保存 本案價值分析 經委員初步勘察 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依現行文字法規定 文化資產保存應由所有人使用的人 觀念 進行觀念維護 登陸範圍影響評估 本案建物目前認為是辦公代我使用 如登陸為文化資產應不影響該使用功能 如後續如設計修復或再利用事項 因因文字法規定提送計畫與根據審查 等登陸為文化資產 後續營建工程 周邊相關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 因因文字法實行細則 第二十二條及文字法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已辦 你請同意登陸 中正區外交部辦公大樓為歷史建築 名稱外交部辦公大樓 種類及國安位置或地址 中正區凱藍格蘭大道2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格土地範圍面積 例如剛剛報告的 登陸理由及法律依據 一 本間圍王單紅設計 前衝建於1971年1985年登建後洞 頂層立面強調混凝土構造之美 屋簷下方採用大樓形 隨著這樓板有中國建築頭桶之隱喻 外觀貼白色草口瓷磚 長條窗開口入口大門採殼 這兩門皆具特色 頂層格柵兩屬單跨屋頂 結構系統居特殊性具保存價值 二 本間為外交部辦公處所 見證台灣外交的發展及演變 歷史意義深遠 三 符合歷史建築經驗制度 登陸廢紙審查技術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登陸基準 本案提醒審議 另一審議決議辦公室 擁定予看 該已經互有最多級的 對客的名字 開場題 沒用 推翻 分析 登陸廢紙 哦 任何美 saben envoy mother こちら 悠悠 這個紀錄規則 收到片段沒有面試給 沒有面試給 謝謝 第一個走狗的狗 這個走狗的狗 你下次一段 教學學生一下 因為你有講到白色 有講到台口 又有講到結果 分在一起 實際上白色小狗的紙張不是發展的 在六年代到四年代幾乎多次 是一個做法 我是建議把這段文字稍微改編 建築物 建築物 建築物各部分權衡 領利 皆符合傳統 建築物 它會如何高度長的瘦 結果是受到長的照片 還有它上面的樓盆 底下中間那一段 底下是彈結的 這都是長的訓練 這個原子 它就學會這樣 那就再底下入口大門 這只是屬於 barley 大穿它的開箱 這就是前面一段先寫的 建築整個的全文明義 然後你再寫 師傅我先練一下 然後修正給我們再來 建築各部分 從外觀貼白色小口石端就把它刪掉 然後在建築各部分權和比例皆符合傳統建築之原則 那這個殘條到翻譯就不需要 然後這個一個具體 然後就讓一個直接客 對 具體 老公是不是這樣 對對對 修正部分要有顏色 謝謝 好 其他個別件 一個入口大午 應該就是入口大午的 應該就是入口大午的 應該是入口大午的 應該是入口大午的 入口大午不會用這個 設計的 出口大午的 入口大午的 出口大午的 月點 清冷 家很拌勤 你猜忌是這種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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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猜忌 猜忌是這個 P是那個 P嗎 P P P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剛才那個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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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單位 106 年 5 月 3 日提出原決議之移構位置有施案來行之處 本區 5 月 11 日召開收復在利用計畫修正版審查會議 5 月 31 日召開再利用展示位置諮詢會議 結論為 有關委員建議解除歷史建築登錄一節 本移共目前仍有保有緣歷史建築登錄元素 上午解除之必要是否依照94 年 3 月 31 日文化資產價值鑑定 會談部分委員簽一登錄為股物 請所有人評估畢例本局重新檢討文化資產類別 5 永民國際設計有限公司 107 年 4 月 2 日解售歷史建築修復在利用計畫修正案 提出所有權人您申請虹橋王財271 購物登錄為股物 本區 107 年 6 月 29 日 9 月 21 日召開 修復在利用計畫修正版第二三次審查會議 結論 1 同意將一購門篇固定在正廳入口外 萬側鋪離落地門外 2 請開放商標日契約或大上管理委員會公約 以令未來諸目了解違呼權者 修正計畫經委員是出面審查後 需送本審議會審查 此章回公95 年公告內容 此頁為新建工程帝號整佈後一購的位置 此頁為一購展示位置等方案 請欠方案1 紅色框的部分 此頁為一購解體前的照片 此頁為一購解體後的照片 本案提起本 陳醫會審議 並請管理單位以審議決議辦 以後續修復幾代理藥事 報告書內容的部分 可能還是要請那個廠商留下修正 報告的調查 帳號版版跟核心 應該是遺失 不是樓空 因為樓空是一個技法 它是整個文調 對不對 所以請全案裡面都做修正 另外那個下泡完版的標課文 是不是伯骨 是應生施錄 也請併修正 另外就是你們的展示說明台 有講到說有一段寫金 王家土地 金 故事更新 我建議還是標示比較明確的年份 因為金的話 往後的人不太能理解是哪一年 你知道嗎 對 今天的建設公司有到現場 是也請他們做一個簡報 然後再請委員進行討論 我們是有名國際設計委員公司的負責人 也是這一次有移過的修復的主要負責人 因為這個案子主要是我們之前的時候 我們放電車這邊委託 那今天負責整個建築規劃的 這個料理的建築師請示到這邊 那這個案子其實剛剛承判這邊 承判單位這邊已經把我們整個案子 從102年到今年整個流程的過程 大概都講一個 那我想我把我們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 申請解體計畫的那個部分 是不是可能往下面 就是在 這個是我們原來在做這個計畫的一個過程當中 因為面臨到就是 建築公司這邊的一個參與指導的 身體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特別就是提醒到這邊 我們都允許我們先做這個移構的一個解體 另外一個目的其實也是希望說 我們不需要從這個移構 能夠留在現場 會遭受到更嚴重的一個白雨的一個清醒 那請再往下 那我們在這個解體的過程當中 也想實地記錄了每一個過件的一個細部的一個尺寸 來 再忙 好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過程 那最後一章就是我們把那個移構的部分 就是現在又就是 做過那個白雨的那個塗刷的一個防治之後呢 放在這個建設公司的在中壹的一個參與 好 來 再往下 那這個案子 就是當時我們在跟第一任的這個 所以我們在做一個討論的時候 我們本來是希望說能夠恢復它原來的一個顏色 那這個所有學人 王院長他其實在生前其實有告訴我們說 他們要去找他們那個 過去的一些歷史的一個照片 那我們去去維護這個顏色 那只不過我們在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他因為應變好而過世 所以我後來在提供審查的時候 跟王女這邊委員來做一個討論 就是說 那是不是說我們在顏色沒有辦法去掌握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們現在就是現在原木色的一個狀況 來進行一個修復 那是我這個一個本體的一個修復的一個過小 那麻煩你下一張 那這個案子原本在當初一開始規劃的時候 我們其實八卦建築士這邊好多希望能夠 把這個原來這個一個的坐像 能夠盡可能按照原來的這個坐像 那只不過我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也有一些新的那個土地的一個地圖 他們參與這個加進來 所以我們在整個整個配置完成之後呢 就變成下一張這個這個新的一個配置 那變成我們原來的一個過想 就是維持坐像 原來的坐像的這個過想 就變成說比較難去克服 那後來我們最後建築士是希望說 好我們把這個移構往來展示 能夠應用修復完之後 那變成是我們社區的一個門面 那在左邊黃色的這個區塊的部分 就剛好就對照這個樓梯間 那我們用這個不同的一個顏色的就是這個磁磚 來去象徵它原來的一個這個移構的一個位置 那盡可能去完成就是說